陳彥哥真的有夠厲害 上週五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從台積電法說會談及 他就先預言 AI概念股應該週一會大漲 現在講就這麼剛好 美超微股加上週五大漲36% 就週末那個男人又來台灣 第四度來台 每次來台AI概念股就會起漲 天時地利人和 這次來台灣他有重要任務 你看黃仁勳 勳哥第四次來台 我覺得他這次來非常的剛好 因為上次來太熱了 他穿皮衣我覺得很尷尬 我覺得很尷尬 他不尷尬我們看了還是會尷尬 這次寒流來了 這次你看多冷 他穿的皮衣多舒服 我們看了也舒服 所以這次的骨架就噴了 當然這次來參加尾牙 這個絕對是一個重磅的 因為尾牙一定要老闆親自來 表示他非常的重視 揮答在台灣整體的業務的一個情況 同時接下來H200 B100 現在台積電掌舵的人換了CC 魏澤家 要不要也來跟他聊一聊 搞關節 固裝一下 我想這是一定的 當然在這當中 實際上我相信他開始也有一些危機感 這等一下危機感我等一下來講 這一次的這一個產業鏈 我跟各位講 我常常講說AI的族群 絕對是未來幾年的重中之重 剛開始只有AI伺服器 我們上個禮拜五在節目當中 我特別提醒大家 AI伺服器 AI所有的應用的產品 AIPC AIMB 反正你能想到的 愛怎麼AI就要怎麼AI了 這個應用會比大家想像的 現在手握AI不再悲哀了 不再悲哀 因為過去你只有伺服器 你沒有辦法發揮你的想像力 但是你想一下運用越來越廣以後 這個部分絕對是全面性的盆株 所以包括IP的部分 創意世心 滑軌 滑軌 把滑軌 不要滑 不要給我滑過去 像川湖跟秦城 上個禮拜我們講的川湖 今天的表現太好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討論 散熱的部分 旗紅 荔枝 雙紅 包括測試的旺系 組裝的廣達 偽創 你看偽創今天還是很強 圍應 技嘉跟合碩 再來機體 華邦店 愛普跟裕創 基本上這整個概念股的部分 它沒有 如果在這一次 你自己也要特別注意 我們現在沒有說誰特別強 我們就一定要買誰 但是誰特別弱 你就要注意一下 這個就有點不對勁 大家都在場的時候 你怎麼一個人躲在角落 你比較避俗嗎 不合群嗎 這後面我們就要小心 因為資金的流向是聰明的 它不流向它可能代表 要嘛後面業績的爆發力不如想像 或者是它的股價早已經反映 我們已知的利多 這你要特別注意 所以在這當中我們看到H200 2020年全球AI伺服器出貨量 45萬台 輝達的伺服器就佔了40萬台 所以相關概念一定會持續受惠 譬如說我們就舉個例子 你看像這個臉書的部分 這個Meta 我們還是習慣講臉書 但實際上它這是Meta 你看它現在年底之前要買35萬個天 這個是大手筆它已經喊出來 90億美元 它就是要買這麼多 買這麼多這個很誇張 要花全部60萬枚的話要180億 更貴 為什麼要建置這麼大數量的GPU 我們在節目當中 大家自己再回溫一下 我們講的那個眼鏡 坦白講如果它真的有心 因為以現在Meta 所推出的產品來講都不貴 連那麼貴的蘋果 你剛才預告講的 都可以賣成這樣 黃油都可以漲價 如果以我想要嘗試 我覺得350塊美金 450塊美金 它大概三四千塊 三四千塊台幣的 台幣的 我覺得我就可以嘗試 我就可以試試看那個感受 對不對 這些東西未來是不是都要運用到 大量的雲端的伺服器 一定要 你要運算 你要幹嘛 現在包括OpenAI 大家都想要搶賺AI的錢 OpenAI就是AI 深層是AI的始祖 它現在竟然怎麼樣 為什麼它要做這件事 它說與中東投資者跟台積電 成立新的AI晶片公司 它自己要做硬體的意思嗎 很簡單 我OpenAI出來 我要用到這麼多的GPU 我不想要跟輝達買那麼貴 我只能跟誰買 我只能跟黃仁勳買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講 勳哥也有危機意識 為什麼 因為其他人會去 我一定要跟黃仁勳 才買得到AI晶片嗎 其實未必 我們所談的 包括四星或創意等等 它可不可以做出客製化的晶片 我們叫ASIC晶片 可以 我做出的客製化晶片 是不是同樣能夠滿足你 要做AI運算的需求 可以 所以為什麼像這個Intel AMD 他們自己也想要來跨路到這一塊 所以你說像微軟也好 像亞馬遜也好 他們都想要設計屬於自己的晶片 這個又是另外一門生意 商機又更大了 所以當然講 輝達它有危機意識 可是因為坦白說這個餅太大了 所以即便有一些些 大家自己出去獨立 去分食掉它的餅 我認為影響也不大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產業絕對會是新的戰場 尤其是這個所謂的大量語言模型 這個很可怕 未來你可以請它寫文字翻譯等等 這裡面真正 這個大家本來就知道 你說這個有什麼新的 如果再跟你的邊緣運算的機制 結合以後 那就更不得了 所以商機無窮 既然是這樣 當然我們就要來談一下 不得了 上個禮拜五 陳恩哥來我們節目當中 就有特別點名兩檔 可以留意的AI伺服器概念股 我今天早上看到嚇到 嚇到 這麼貴的股票 可以供到亮燈漲停板 企圖心在哪裡 實際上我只有跟明君講 我說要習慣 基本上認識我的就知道了 就是要習慣 這個股票的時候是這樣 當然我們還是平心而論 就是說股票的操作 還是會有風險 所以有時候我們還是要注意一下 它的脈動 也不要全然的說 哇 這麼強 我要所有的資金投入 那當然因為川普 它滑軌 我們上一次提到 它在整個伺服器占比 還有它的專利 這個絕對是它的強項 所以它漲我覺得是合理的 但是這比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它股價相對比較高 坦白說你看今天 牆漲量也很大 也不過4370張 畢竟股價高 所以後面還是要注意一下 法人持續 因為今天主力願意進來 那後面主力追進的能力怎麼樣 這個可以持續觀察 那當然我覺得如果壓回 在這一個兩根紅K棒這中間 等於是兩天的平均價 基本上只要壓回量縮 我覺得要在這個進場布局 我覺得說還可以 當然用零股的方式 對 石骨這樣子來操作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另外台光電 實際上我們之前在談 我說它業績成長的力道 幅度實在太強了 對 因為它其實整理了大半年 但它每個月角色的營收 都創下歷史新高 就覺得奇怪為什麼長不動 而且我說實在話 你如果不是上禮拜五 他們看了我們的節目 知道我做了這個功課 坦白講 今天怎麼會亮燈呢 誰會知道 你看它的量相對就多很多 14798張 所以很明顯的差別在那裡 因為它股價相對比較低 入手的門檻比較低 當然我特別提醒大家 這兩天如果有震盪 我覺得是合理 那你要特別注意 量大震盪就不要了 量縮震盪沒關係 量縮震盪表示吸收 所以缺口不要破 等三天 坦白講如果馬上就補了 我覺得這後面就會有問題 就要小心 但基本上我覺得不太可能 整理很久了 那當然其他的 我覺得大家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後續的操作 譬如說像智原 智原其實我相信大家也看很久 但是說實在話 它接下來 你看它為什麼前一段時間 大家不太敢追 因為它的獲利是往下掉的 你看1.42一計1.42 可是獲利是往下掉 但我認為 因為它真正的強項 我剛才講ASIC 還有IPC產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如果當時以揮答 比如說我伺服器這個 感覺應該威力不強 可是如果其他各家業者 都想要做自己的晶片的時候 那不一樣 還有包括NRE部分 它到時候NRE的收入 那個做NRE 細製裁設計 但是NRE是什麼 我幫你都弄好了以後 你以後賣 我可以一直收錢 那這個威力應該會出來 我覺得應該是在反映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大家股票還有 我認為都還可以續報 因為這一次衛接重新開始啟動 所以我認為這是新 就是我們當然沒有辦法買在這裡 對 但是如果說 這個小平台 我覺得這個小平台來 它又是一個新的開始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再留意看看 因為它今天拉出去的空間 還沒有很大 15% 對 即便現在做一個 如果這兩天有一個小壓迴 來做一個佈局 我覺得都還OK 那當然大家更關心的偽創 我們上禮拜也有跟各位講 我說這個偽創絕對是長真的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你看它的從去年 第一季開始 它的獲利其實就是一直往上走 跳針 一直跳針 對 那你說到這個第三季 已經整個獲利數 整個都報上來了 那一股 現在一年 你說可以賺到4塊錢 那你說賺4塊 這本益比還是很高 可是大家得去思考 過去它的毛利率 有沒有到7.9這麼驚人 沒有 毛三到四 對 現在毛利率上來了 加上AI的收入別忘了 今年可能可以拼到22% 所以這個的毛利率是相對高的 會更高 然後它的佔比又往上升 甚至我覺得今年有沒有可能 毛利率拉到9%以上 有沒有可能 然後純益一定會再往上提升 對 那假設它的成長率 可以拉到20%以上的話 那20倍的本益比 就都還算合理 那我想問陳彥哥 因為台積電喊出了20倍以上的成長幅度 所以其他AI概念股 20% 20%以上 其他概念股要比它更強才有機會嗎 對 基本上應該大家都可以有這個平均數字 是合理的 20% 20% 20%以上 因為當然在這大家也會擔心說 可是他之前在145 150這附近 他套好多人 套好多人 所以當然你還是要尊重學長 我們到任何一個地方看到學長姐 都還是要尊重醫生 所以剛好這145到150 也是目前外資給的一個目標價 所以我覺得到那個地方勢必會有一個賣壓 所以在這還有足夠空間之前 你可以伺機而動 你就可以伺機而動 看那個氣勢 看氣勢 如果氣勢弱你等一下 氣勢強當然就可以追 好 140可能是下一個關卡 今天的觀察 那當然在為什麼偽創會這麼好 其實還是因為微影 說實在的 因為它持有微影 然後微影在真正 我剛才講到你看NRE又來了 這個就很驚人 你看NRE確實可以提高毛利率 讓它的毛利率拉上來 所以它第四季的毛利率說 大概目前是有11% 那伺服器比重又持續拉高 這個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那因為它本身它的客戶微軟跟META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原本持續下滑的這個EPS 也許就有機會衝上來 那當然以本益比來講 大家會覺得稍微有點高 但是我覺得以目前整理過後 股價這麼高價的股票 這麼高價的股票可以跳空 代表確實買進的意願是很強 不過高價股 對我們一般投資人來講 你可以先 你可以觀察 所以假設我這樣講 微影還會漲 你微創就可以續爆 你就用這個方式去做操作 我覺得抱起來也會比較安心 封擊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請鎖定 五七希望王 真相不漏網